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大家都很喜欢今年盖尔加朵版本的神力女超人吧 电影在全球票房已经超过了8亿美金 这部电影也是小编最爱的电影之一 原因很简单 就是女主角选的好之外 关于神力女超人的设定 正义 爱 和平 纯粹的价值观与对抗世界的勇气 每个环节都刻画得让人着迷 很难想象有人看了会不喜欢 所以很开心 下个星期又可以看到盖尔加朵演出的正义联盟了 相信大家跟小编一样期待不已吧 那在上映前先来了解一下 神力女超人的诞生秘星也不错 为什么神力女超人是当时到现今最著名的女英雄 而她也代表着女力崛起与女性主义的象征 但神女为什么又会被黑呢 又为什么会被儿童协会要求下架呢 关于这背后的秘密 其实有些激烈 因为就算是用现代的标准来看 似乎还是有一些难以启齿 如果影迷们想要保留对神力女超人完美无暇的印象 那这部电影可能不建议你去看 虽然不确定看完后会有什么反应 但现实是很赤裸的 没有美丽的包装 以及年纪太小的不适合 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有些许的剧透 请斟酌观看哦 3 2 1 好啦 留下来的朋友相信你们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要破梗咯 其实神力女超人是以作者小三为原型 所创造出来的角色 但她不是破坏别人婚姻的人哦 她的小三身份不只被作者的老婆认可 并且大老婆与小老婆彼此之间也是相爱的 咦 剧情发展得太快 无法让人消化吗 也就是说这位少女是双性恋 生爱着这对夫妻 这三人幸福的组成一个家庭 呃 支持多元成家 不过这也太多元了吧 让小编我有点惊讶 尤其这是发生在约一个世纪前 那个民风保守的时代 不难想象世人会对他们投意怎么样的眼光 不单如此 漫画的内容也被指控 捆绑 打屁股 酷刑 同性恋 以及其他性变态的行为 听起来就像是英雄形象包装下的色情漫画 作者马斯顿博士是美国的心理学家 发表了DISC理论 发明了测广机 与神力女超人漫画的创作者 所以漫画中的作者也灌输了很多他自己的想法 与对抗世界的过程 并非像是日本豹漫王那样 充满热血与梦想的创作之路 而是偏向情欲挑战体制的创作过程 而三位演员在剧中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违反道德的竞技欢愉 挑战世界的体制 整一性的一生 他们把每个情绪转折 与细微的情绪都诠释得非常完美 真的也是不简单啊 剧情采取非线性的叙事方式 从马斯顿博士认识奥利福为主线的故事开始 穿插着马斯顿博士与儿童研究会会长的激烈辩论 而辩论的内容又与他们之间的三角链相互呼应 交错的叙事手法 更能让人理解马斯顿博士的创作世界与灵感来源 奥利福志愿成为马斯顿博士的助手 奥利福也成了测谎机王真品的推手之一 而最后阶段测谎机的实验中 他们也倒出了三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 当下三人天雷勾动地火 闪光四起到处放闪 不但闪到了观众也闪到了校园 甚至闪到校园的高层 博士与老婆伊丽莎白 因为私生活的关系而被开除了 一时间断了前程与经济的来源 他们必须要找到新的工作 而奥利福又刚好怀孕 因缘际会下 他写了神力女超人的漫画剧本到了出版社 因此一炮成名 神力女超人也成为全国最红的超级女英雄 但树大招风 神女也惹出了许多争议 也被全国的道德联盟下令金书 究竟他们三人的情感 真的就是这么完美吗 博士要如何说服 儿童研究会会长呢 而漫画背后 博士想灌输给人们的淫欲又是什么 这精彩的内容 就让观众到戏院中慢慢品尝吧 以下聊聊几个现实与漫画中呼应的点吧 一 性别歧视的社会 老婆一一杀白不管有多努力 能力远远超过戏上的所有男生们 但还是很难取得哈佛博士的学位 对应漫画中 这也是神女所处在的时代价值观之中 而神女当然就是要让这些大男人跌破眼镜 展现出女性可以做得到 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打破了刻板印象与性别的歧视 confidential granted quickly had no luck like it's a mixture of two languages but as yet they'd failed to determine which two languages Batman and Samarian 2. 撤谎机 这个很明白讲的就是神力女超人的神器 真言套手 简单的说就是套在坏人身上 坏人就会说实话 而电影中的套手就是真爱套手 套在喜欢人的身上就可以 请仔细想象 3. 服装造型 其实也就是出自于小老婆奥利福装扮的灵感 奥利福从小就有戴手环的习惯 所以手环也是神力女超人最常用到的装备之一 至于马甲与马靴的造型再加上皮鞭 其实就是情趣用品的服装所改造而成的 4. 奥利福 她是何许人也 她是马斯顿博士的学生 一路升级为助理、伴侣、家人 而奥利福是位诚实、单纯、善良、好学、求知的女孩 也似乎跟神力女超人一样 像是白纸一张的设定 有天真浪漫的少女情怀 5. 来自天堂岛 大家都知道 天堂岛除了好山好水 还有好多女神啊 而天堂岛上只有女人没有男人 而奥利福是修女养大的 所以从小就是跟一群姐妹在修道院长大 6. 隐形飞机 2017版的他们是坐船离开天堂岛的 但是原著中 神力女超人是有开透明飞机到人间的 而剧中也有博士拿着玻璃飞机与小孩玩耍的桥段 玻璃飞机就像是透明飞机一样 7. 老天沙福 是神力女超人的口头铲 而沙福是什么呢 而在那个时代 女同性恋被认定为是情绪的疾病 所以神力女超人也是两性平衡的设定 你认为是可以爱两个人在同时吗 为什麽 为什麽 这会永远都会发生 世界都不会让我们阻止 世界都不能阻止我们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在神绿女超人75岁时 也就是在2016年 担任过联合国短期的荣誉大使 倡导女性平权 但是也因为种种的理由 穿着太性感 故事内容有性暗示等 被硬生生的换掉了 此事又再度为这位争议的女英雄 天上一笔 所以真的就是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啊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我是好好 谢谢大家收看 觉得影片不错 可以给我们一个鼓励 如果想来哈拉更多电影 也欢迎留言讨论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想知道关于本频道的更多动态 可以到FB的粉丝页 观看咯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